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华雅 N9口罩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千万不要水洗消毒加热 破坏了N9口罩的滤网和静电吸附功能 这些功能一旦被破坏 病毒就可能从滤网空隙钻进来 或者是造成滤网堵塞 让呼吸的空气从四周进出 使用者可能会因此觉得呼吸通畅了 其实这是因为口罩的效用完全破坏了 戴了等于没戴 N9口罩正确的使用方法应该是 轮流使用四五个N9口罩 每一天用过之后就放在一个开口的纸袋子里 口罩上的病毒一两天就会失去活性 但是如果您戴口罩去了有新冠病人的场所 口罩用完就应该立刻丢弃 一个N9口罩可以重复使用许多天 直到潮湿脏污有异味或者是耳朵松紧带失去弹性 口罩边缘产生空隙的时候再抛弃 这样做不但环保又能提高N9口罩的使用效益 专家说两年前新冠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政府曾经释放错误的讯息 告诉人民口罩要留给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 一般人不需要戴口罩 那时候美国民众也对新冠病毒缺乏认知 很多人以为多多消毒就可以了 当时有很多科学家研究 病毒在不同的物体表面能存活多久 还要大家买东西要戴手套 回家要换衣服换鞋子赶紧洗澡 甚至还要大家把邮件包裹放在户外一页 不要立刻拿进屋内 一直到去年8月才开始有专家质疑 这种避免碰触到病毒的做法 同时也开始有专家针对病毒的感染途径进行研究 发现新冠肺炎的主要感染途径是空气传播 所谓空气传播不只是感染者近距离咳嗽 喷嚏飞沫传染而是空气中悬浮的微小粒子 新研究陆续发表 大家才终于确认呼吸才是新冠肺炎感染的最主要途径 当初接触物件感染的错误方向 让制造消毒液的大公司赚进了上亿万美元的利润 如果当时以同样的金钱用来买口罩和检测剂 或许可以挽救数以万计的人命 现在大家又在疯狂抢N95口罩 专家提醒N95口罩可以重复使用 用过的N95口罩静置处理就好 不要清洗消毒造成口罩失效 感谢收看下次见